我们看到玛利亚讲什么 我是主的使你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在英文说 Believe unto me according to your word 按照你的话 成全 我来成全上帝你的话 当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吗 我们常常祷告 主啊请你给我这个啦 请你给我那个啦 请你给我们这个 我们常讲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叫主按照我的话 你给我成全 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是怎么样 按照你的话 我愿意成全 玛利亚有个心是跟 其他女人不一样的 玛利亚有一个心 是愿意符合 让自己 就是让自己麻烦 让自己很辛苦 让自己委屈 使到上帝的话语得到满足 我们看到耶 为什么选择玛利亚 你要明白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玛利亚是一个未婚的女孩 尤其是在2000年的社会里面 谁会相信说 你走出来说 哎呀今天我这个肚子啊 不是因为被男人搞到的 是因为上帝选择我 所以我就要生个孩子 我们活在一个社会 现在是很普通啊 你看到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相爱 在一起他们就同居 同居不小心啊就大了肚子 哎呀大肚子啊怎么办 就剁胎啦就把孩子给剁掉啊 就很普通的事情来的 请记住 玛利亚生在活在一个时代 是2000年前 是一个很严肃 是一个讲道德很讲究的一个时代 你知道玛利亚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吗 你要知道当她要说 主啊我情愿 我情愿按照你的话语来成全的时候 我情愿跟着你的话来去做的时候呢 她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兄姐妹 玛利亚的顺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夜色 这个不是一个 怀孕生子 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怀孕生子 不仅是一个不明欲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呢 当你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而怀孕呢 你会让你的家人蒙羞 你会让你的丈夫 你的未婚夫蒙羞 你也会让你的亲戚朋友蒙羞 我不知道 玛利亚要面对有多大的压力 当她 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去看她的 她的丈夫更不用说 当然我们知道最后 耶稣也接纳她 因为天使也报梦给耶稣说 但是我们看到 玛利亚愿意 付出这个很可怕的代价 当走在街上的时候 很多人家都会指点 哎呀这个女孩子 是一个坏女人来的 没有结婚 你看看 她肚子就大了 是吗 我们看到 人家会 怎么会去看她 甚至在当时的社会 一个这样的女人 叫做坏女人 人家会拿石头来打死她 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付出的代价 而且 我们在讲怀孕 如果说一个人讲骗话 偷偷讲票 没有人会知道 是吗 偷东西 没有人会知道 哎 怀孕生孩子 大肚子 这个件事情啊 是不能够隐藏的 你看牧师的肚子 越来越大了 能够隐藏吗 不能够隐藏的 更何况是玛利亚的肚子 一天比一天大 这个是不可以隐藏的 不可以隐藏的 她还要接受 还要被别人的眼光 邻居啊 这些种种啊 你会想一想 这将会有多少的误解 和怀疑围绕着她身边吗 玛利亚这时要做一个决定 接受还是不接受 今天可能 你一天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分离天使出现跟你讲 哎 我选择你 耶稣要 要 借你的肚子生出来了 接受好 还是不接受好呢 玛利亚 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挑战说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就是意味着 我一生要背负被人指责 骂羞辱的罪名